我的名字是拜登 我是拜登的夫人 我是卡米尼斯的船長 你們都覺得我是混蛋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27日出席亞特蘭大的造勢活動時 自己說出 他是參議員賀錦麗的競選副手 這句看似玩笑話 恰恰是拜登的競爭對手 美國總統川普和共和黨人 經常批評的 拜登是民主黨激進左派的特洛伊木馬 他們認為如果拜登在11月3日獲勝 未來實際上會由賀錦麗主持政務 賀錦麗自己本人也曾脫口說出 賀錦麗政府一詞 而在專訪節目上 他的左派立場遭到質疑 賀錦麗被主持人歐唐納問到 賀錦麗被主持人歐唐納問到 賀錦麗支持綠色新政 全民醫保和大麻合法化 這些都是拜登尚未支持的政策 如果拜登選上後 他是否會把這些政策帶入拜登的政府 而這些政策是否屬於社會主義或進步主義觀點 賀錦麗在面對主持人提問時不斷大笑 可以看出主持人歐唐納的表情越來越嚴肅 賀錦麗才冷靜下來回答問題 主持人歐唐納還提到 五黨派組織政府追蹤 二零一九年曾指出賀錦麗 有可能成為美國最左的參議員 在訪談中賀錦麗回應 她想推行的政策都是拜登想要她做的 新常人亞太電視張瑞珍綜合報導 成功到 April